陸軍航特部阿帕契 为了步进加紧训练中 紧接而来的还有年度汉光 回顾过去国军火炮射击预期 可以看到不论是战车榴弹炮等等 炮管前方都有个红色架子 这可不是装饰 而是俗称的紧自驾 今年汉光四十演习 将把这些架子全射掉 原本是用来限制设计 避免官兵失误打歪 小了这项安全防呆装置 更贴近实战状况 但着点的计算 官兵得更小心判断 类似这样的框 火炮射击的时候会震动 往后还有往上跳动 这样射角可能会变动 其他国家或者是 甚至是解放军有采用 在现代的炮兵的要求之下 可能这一种安全框的需求 就会比较减少 来让炮兵就是更加贴近 真实的状况 专家解释 其他国家也有 但随着进步已经少了很多 除了撤架子 以往扮演敌军 戴红色帽套的角色 也全部取消 因为我们汉光演习 为了我们防卫作战的目的 而设定的演习 所以说让他原兵归原位 这些特战的兵力 应该到他的战术位置 应该去熟悉他的环境 应该知道他的指挥管制的关系 这个我们认为是 今年我们训练的一个要项 而比汉光四十更先一步的 由美方主导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 也在27号正式开始 美军航舰卡尔文森号 已经抵达夏威夷港口 此次共有29国参加 25000多人参与 而军演重点之一 还有将集成一艘 4万吨的目标舰艇 这一期新闻最中心 专业台北长毛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